很多人都在拿直铺浙江的梅花和06年的超强台风桑美进行比较 桑美被称作是台风王 一听这个称号就知道威力有多大 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年金市新闻记者在一线发布的报道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桑美的威力 现在第8号台风桑美的一带 华省的苍南登陆 这个大树已经被连针拔起 我现在站在这个江顶上 这个鱼打在脸上已经非常的疼 从我身后可以看到的防波地防灯跟海浪 这就是十多米高的行量了 2006年8月10日17时25分 登陆浙江湖南县马战镇的桑美 创下了多个中国大陆第一 堪称中国大陆的台风之王 桑美登陆时温州湖南辖关 极大风速达每秒68米 而浙江省极大风速历史记录为每秒59.5米 桑美登陆前后风力为17级 风圈半径达45公里 打破了浙江省区域性大风强度的历史记录 一般台风登陆之后 风力会迅速减弱 但是桑美台风登陆之后 近5个小时中心风力仍达到13级 造成极大的破坏 桑美带来的降水特别集中 受影响区域6小时累计雨量 均超过50毫米 其中苍南云岩和平阳水头 分别达到374和233毫米 6小时降雨量达到374毫米 这在台风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桑美于5号晚上在官岛东南方的 阳面上生成之后快速移动 在整个台风生命始终 始终保持这种快速移动的台风 并不太多见 特别是如此强的超强台风 一直持续如此快速移动 更为少见 桑美登陆之前 浙江省全省灾前转移 989,937人 填海地区回港对风船只 共34,313艘 温州市人员转移人数 已经达到日年最高 福建省转移人员56.9万人 桑美来临 浙江福建省气象局和国家气象中心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中国气象局影视宣传中心 进入台风一级气象响应状态 这也是我国气象部门第一次进入一级气象应急响应状态 2006年的桑美台风给浙江造成了巨大损失 全省56条公路因水烟塌方等原因一度中断 325个乡镇受灾 受灾人数达254.9万人 共造成193人死亡 11人失踪 倒塌房屋39,000件 农作物受灾184万亩 经济损失127.37亿元 2006年12月 第39次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会议中 决定把桑美这个名字退役 由山神替代 金氏新闻编辑报道